一个人的台东旅行随意的走马看花 路过一间日剧时代留下的老房子 忍不住为他停下脚步 仔细一看发现门口画着小半咖啡的招牌 还以为是哪户有格调的人家 门口前的走道留满了游客的签名 看来是一间非常受欢迎的咖啡店 内部的木座结构和家具摆饰 呈现了新旧的强烈对比 各式各样古著又富有现代感的桌椅 好似来到了家具的精品店一样 点一杯冰滴咖啡 味道虽然带点酸味却很顺口 再吃一口附赠的蛋糕 悠悠哉哉度过一个人的午后